1948年11月28日,宋美龄登上了飞往美国华盛顿的专机。 宋美龄想着,或许仿效当时赴美寻求援助还有希望吧。 只是当飞机一落地,迎接宋美龄的却是她没料想到的冷清场面。 美国政府不将她视为官方客人。 杜鲁门没有邀请宋美龄入驻白宫,也没有邀请宋美龄赴国会演讲。 终于宋美龄等到了杜鲁门总统愿意与她查续的消息。 只是这一回,即便宋美龄还保有着杰出的口才与迷人的风采, 但夫人外交的效应依然归零。杜鲁门根本不为所动。 杜鲁门很不屑。 她说她们根本是来寻求一些施舍。 杜鲁门一看这个场面,她后来拍了一个电报给蒋介石, 说她们都不理由我们了。 若干年后,杜鲁门在对美国作家莫尔米勒的一次谈话中, 怒火中烧地说道, 我从来没有改变我对蒋介石他们那帮人的看法。 他们是贼,每个都是。 1949年1月28日,这一天是农历除夕, 也是蒋介石36年来第一次回到浙江凤化西口老家过年。 而此时的宋美龄还在大洋彼岸。 当时她下野之后就变成这个女中人要接总统。 被赶孤独的蒋介石也不断发电报恳请宋美龄回国。 1949年2月11日,16日,24日, 接连三封电报的内容都是望早日归国。 但即使局势紧迫,加上丈夫催促, 宋美龄仍旧坚持己见, 她先以身体情况为由,表示自己不能回国。 接着又称,她留在美国可以减少李宗人派 在美国对蒋介石的诋毁。 直到1950年1月, 治美已经超过一年的宋美龄, 才动身回到蒋介石身边。